有一天呢 有一天我从香港回来 然后要坐火车回台北 然后要坐机场了 结果后来我在火车巷流 听到一直有人的LINE 叮咚叮咚一直吵 我想说哪个250 怎么那么没有公德心 结果就 那我是纠察对于那种心的 然后那时候 Me too 然后我就站起来 一回头看到摄影看 就看到有个人我就走过去 你就软了 没有我没有软 就看到我们副县长 当时是县长还是立委 我忘了 他就在立委吧 在发信息 叮咚叮咚这样 那会不会用静音啊 没有是他 我就立刻这样 扑过去向枪 我跟你靠这么近 我就靠着他说 我叫他委员 还现场跟他说 不好意思麻烦你 把你的LINE关掉 我们都在睡觉 我说这个东西实在 这样太吵 这样不太好 然后他就晒一跳 然后我就起身 就走回到位置 然后后来没有声音 我回头看他不见了 副县旗就跑掉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 很有很有趣 我就脸书写说 那我就写 火车上看到有人 没有公德心 然后在叮叮咚咚咚讲 我后来一看 发现竟然是傅康齐 然后我就描述这一期 然后最后我回过 回到我的嘴上 我真的气得半死 因为没想到 北北都是吃素的人 傅康齐年纪比我大 那么多 竟然皮肤比我好 这个真的 但是我写完之后 我是在我脸书上写 但立刻被苹果拿去 做头版 头版 就三分钟之后 在头版就等 无数人就打电话 给傅康齐说 你在怎么了 这样 我跟他是不打不相似 但是那时候没有往来 是在2018年时候 因为我在两岸跑来跑去 他当时因为在做花莲 香港直行 两岸跑来跑去 但哪里都聊到花莲 他就 花莲吗花莲王上智 他讲王上智是谁 然后于是最后才 约了我花莲雪地 约见面 然后我跟他见面 是在中秋节 前后那时候 一见面的时候 我通常是这样觉得 如果有些厉害的人 我们见面就要生涯转折 我生涯转折或对方 我们见面了两个礼拜后 他就被抓去关了 所以有些尴尬的过程 生涯转折 大转折 就是我们这次认识之后 我就好像 还好早一点谈了 但是后来 当我们就往来 然后他也历经一些 只知道沧桑 就留学回来 我们就有一些比较交谈 我就已经强作镇定了 你跟我讲 讲了好几次 所以后来我们当然常对话 但在这次选情当中 因为他知道 我是关心两岸的 打仗与否 我也有我自己的一些理解 然后我长时间我都对此有评论 所以我们经常会针对两岸 然后讨论 然后于是到这次选情 所以当然在过程也过去聊过 他金卜聪 我想 傅昆琪很大在意就是说 他始终一直想见马英九 都见不到 他告诉我说 他真的想见马英九 然后 我不会只听 我的个性 不会只听金卜聪的一面 傅昆琪的一面之词 他有没有跟你讲 他开到那一段 也有 那时候马英九 什么从哪边经过 他其实不是故意的 他是因为 开动了一个手术 没办法 后来是因为这个误解 但是因为我还是有查证 金卜聪身边的其他的人 是不是没告诉他 还是怎么样 没有没有 他们就是负责来 因为金卜聪告诉他们 绝对不让见 就是说 我不是只听傅昆琪说 他不让我见 没有 我去查证 就是周边 就是 蓄意就是不让他见 所以也就是造成说 其实马英九 跟傅昆琪之间 你说有误会也好 或者有些认定也好 始终就见到那边 谈不了话 但是我一直觉得 我同意傅昆琪提到 他对金卜聪最愤怒的一点 这是我接下来 是我同意的事 因为金卜聪在当秘书长的时候 整理主动说要整理 整理党产 所以做出来党产登记 后来就变成民进党 不但党产当中 查封你 谈你的部分的 国民党党产的最大的依据 这个故且不论 可是我自己最生气的一点是 金卜聪当时 说国民党要大破大力 他说要清除 地方的派系黑金 把国民党的包括地方党部 绑在一起 因为他就从天王国的角度看 你们地方黑金绑来绑去 可是对于延青标 或者是包括张荣卫 或包括傅昆琪来说 你说我们是黑金绑来绑去 可是就要在地方上维持组织 你要不让民进党的势力进来 我们要固守 是我们这边在弱博站 不是你在东央当民主党说三道四 什么黑金 而且傅昆琪不是黑 而且从来都不是黑金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头 然后他们要防守 然后花莲就顾得这么好 能够滴水不漏 你就要很认真的施政 里民 乡民 村民 县长 全部都要摆平 你要弄得很清楚 才能够让民进党不能进来 结果你依旧要把民党的黑兵 还重点呢 还把国民党的基层裁员掉 傅昆琪跟我讲说 在那个阶段来讲 地方上因为民党慢慢就崛起了 所以当时在地方上 也培养一些二三十岁者 从local当中起来 可能爸爸过去也都党工 这些大学毕业生 或受实生活来培养 开做基层党工 那么这些基层党工 其实慢慢接手 而且年轻一辈 所以我们现在都在批评说 国民党都没有做年轻的事情 可是当时张荣卫 延青标 傅昆琪 甚至王金明 他们都有在做 可是你金箔冲来 大捞一挥就不要让你们黑金 然后就要求你们 所有的基层各地方 县党部 基层党部 然后全部裁员 咔咔咔全部裁员 当时各位记不记得 吴瑞颖事件 所以他找了一个1111的 吴瑞颖是我大学同班同学 找了一个部分说要来 当他的一个什么什么 负命还什么之类的 结果他被大家笑半死骂半天 他当他吴瑞颖来干嘛 你知道吗 因为他是人力银行的总经理 他是要吴瑞颖来负责 人力银行干嘛呢 专门把所有基层的做资钱 发资钱费 因为无论银行会 因为那只要讨论 对对对 就你叭叭叭叭发资钱掉 好 所以当时呢 所以傅昆齐很切实 他们要培养一些基层的干部 慢慢起来 结果你金卜聪 把国民党基层的年薪幼苗 啪啪全部砍光光 砍完之后 然后在国民党后来 就一蹶不振 也没有钱 然后说我们是黑金 什么之类的 也没有 然后大家党产也没了 所以从傅昆齐 年薪彪 张荣卫 甚至王金平 他们眼中就认为说 国民党的地方基层 之所以坍塌民党进来 就是因为你金普聪 当时根本不懂 说人家地方派资金 砍得死去活来 把年轻人基层 全部砍光光 你知道这些年轻 当时二三十岁的人 现在在哪里吗 失业之后 全被被中国大陆吸收 一大堆几十个人 上百人 现在就在中国大陆的 台商园区里头 去当那些接待主任 就被吸收掉了 因为他们都组织 各位我这不是瞎讲的 我都是在调 我两岸三地跑跳 我还有朋友的小孩 什么台东的 就到那边去过生活了 结婚生子了 就是这样 而这一切都是金普聪 然后他说要大破大力 就是那时候要消灭派系的 那一次 对 然后你说要大破之后 你要大力 我以为他收回了 没想到 没 看看 然后就弄得 死去活来 只说吴瑞颖 那个没有成功 好 于是到最后 国民党的基层 你看连傅昆奇在花莲 这么强悍的地方 那个党部也都解够了 更不要说其他没有傅昆奇 这么强的县市 所以这时候国民党就坍塌了 地方什么都限制 水利会 容易水利会 什么都进去了 那不只消灭 很恐怖 然后呢 傅昆奇最气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说要大破大力 你破完之后 该大力的 你拍拍屁股就警辞了 嗯 你就可以留意了